在去年我们哥比徐永县陆伯政委领导来到我们家里面 给我们推荐他们当地的作用产品 也就是我们现在在收的粉条、淀粉和宽粉 眼下正在是我们老百姓红薯丰盛的季节 也是做粉条和淀粉的时间 然后今天我们再次被受邀来参观他们的生产工艺和流程 也顺便让大家看一看 走 陈老姐 陈老姐来跟你个好东西再见 你发发不好 我不想发 我要发 不是发型这种人的 头可断、血可瘤、发型不可断 哎呀 哎 哎指尖小弟我穿小的你穿大的 哎呀 快走 这大的穿你不爱看的 这有镜子 喂你这照片什么的这镜子啊 哎呀不是 哎呀这头发是暖的 挺高的 好 这两天我这头发没有泡的 哎呀疯子 而且他脱得好干净 小的呀这孩子有点大 喂整开喽 有啥用哦 是去谁的天涯 成天可停在你前的他 世间的手 护过了脸颊 他们谁都沉默 这一切就是刚刚住出来的马上那进洞窟 给他冻去 为了后面哈 好一天一个人呢 分开 走到太久了 现在我就带大家进洞窟 看一看 站在洞窟里面的分掉 看着这些 那天呢动得好冷漏 翻人的 发出发的 刚刚我们抓过粉的哈 要动十多个小时 现在还没有动好 然后只过是刚刚从洞窟里面拿出来 然后又吸锅的宽粉 现在一来就凉酒 凉酒的话 不要进洪房 又让它靠着 这里面哈热火 我瞬间哈 又感觉到我们当地有四十多热 气温的时候 这就是已经烘干了 的宽粉了 哦 清洁一哈就断了 干得黑 今儿都行 你看嘛 来 简直是烘到味了 什么 今天那大宝回家 不然浪水了 你别说到那门 我们上家那个 洗的粉丝 大家一定拿到以后 要用热水来泡 翻了之后再炖 容易炖泡一点 然后那个鲜款粉哈 就没有那个烘干 大家就不用去泡 走 吃粉料 最简单的一个吃饭就是 乱炖鸡 把鸡拿载鸡 盖子 把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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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大鸡肉 一定要用热水 热水 热水跑得快点 扔水了 就要跑到晚上 来点猪肥油 差不多了 煎汤 分点下锅 再煮这个几分钟 十分钟就下这了 生长姐天都黑了 快回家吃饭喽 起锅 撒一二味 别太精致了 回家吃饭喽 吃饭喽 快喽 一三秒之分 等到没有 等到的怕得黑 盐巴一会是吗 这个鸡饭喽 咋吗 咋吗 不是面面粉条 哦 明天三分我带着 那妈又走成都可以 还在煎草 到时候你家屋里看着玩儿哈 好几分 就上午三 七八点钟开酒 那你把粪糊饮了再开 整的胖粥了 你还不走成都可以丢人家 你把粪糊饭都要切 洗了我心里 你硬了再洗嘛 是你还算得精臉啊 看下没出出来 晓得不 这剩下吃两个人呈 我家伙众中间饭 竟然进贩又无成章 你回家就没有弄饭了 对你吗 我怕你经常弄饭 皮肤不好 你看嘛 你也在巫igne家床 要带着行吗 我弄饭又没了过来 你 吃点猫每日晃 我吃点正前养家 吃点子 безопас 猫每日晃了 破约我就不想干的呀 哦 货了你还这是干的 我有一共人我这是干的玩 对不干吗 哎呀 太空了 哈哈